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根据科学家在火山周围的探勘研究 威斯威火山大约在25000年前形成 历史上总共有100多次喷发 最近的一次喷发是在1944年 正巧在第二次世界大人期间留下了不少影像记录 直到今日 威斯威火山仍然可以在火山口看到冒出的白烟 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参观 威斯威火山的特殊景观 是意大利当地文化中重要的元素之一 罗马人认为这座火山是来自海克利斯的县里 而在三角下的庞贝城是建立在 西元前600年左右的城市 原本只是一个领海有港口的小镇 在擅长航海的希腊人和斐尼基人的进驻之下 小镇逐渐扩大成为一座人口庞大的城市 西元前89年 罗马共和国的当权者 卢基乌斯科尔内里乌斯苏拉 征服了这座城市 使庞贝城成为罗马共和国内的第二大城 但就在公元79年8月24日 威斯威火山周边地区 在一系列的地震和火山活动前照之后 在下午左右爆发 让庞贝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 被掩埋在六公尺后火山灰下的废墟 随着时间消逝 人们渐渐忘了这座城市的位置和名字 直到16世纪 人们为了开辟地下水道 被当时的建筑师 多梅尼科·风塔纳所挖掘 18世纪 在纳布勒斯王国的支柱之下 庞贝城才慢慢重见天日 值得一提的是 历史学家长期普遍认为 威斯威火山爆发是在公元79年8月24日 但在近期的考古证据中发现 实际上这起火山爆发事件 是在该年10月份的明文中被记载 因此推测火山爆发的日期 很有可能是10月24日 由于火山爆发来得又急又快 将城市掩盖了火山灰 也仿佛将这座城市的时间冻结 城市里包括建筑、壁画、雕塑 甚至是许多琴瑟艺术、涂鸦 罹难者的尸体、动物等化石 都反映了当时罗马人的生活样貌 目前庞贝古城被意大利列为重要的旅游城镇 也被米其林旅游指南列为三星级 有推荐 若是未来有机会造访意大利 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能够感受历史重要时刻的地点哦 有关庞贝城和威斯威火山爆发的历史事件 大家不妨可以参考2014年所推出的灾难电影《庞贝》 这是一部由惡灵古堡系列电影导演保罗·W.S.安德森 所制造的作品 广罗了曾演出《冰火之歌权力游戏》的 John Snow·基特·哈林顿 曾演出《沙克同盟》的澳洲女星 艾密利·布朗宁 以及曾演出《骇客任务》系列电影的 凯莉安摩斯等演员演出 故事从庞贝城里一对身份地位悬殊的恋人出发 描述一位被奴役的角斗士 在威斯威火山爆发之际 前往抢救被贪污的执政官租走的情人 并且想办法在这场灾难之中活下来 虽然电影的评价和口碑极差 但电影耗资1亿6000万美金拍摄 采用阿凡达3D特效技术 呈现了威斯威火山爆发下 发生在《荒贝城》里的爱情事实 电影在呈现威斯威火山爆发的场面十分震撼 另一方面也透过平民的生活记录 呈现了庞贝人们在面对大型灾难时的恐慌 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或是声音 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IG以及各大声音平台 我是XXY 我们下一次再见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丁 ев籍 郁明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 节���